台北街角预见设计走遍台北各地 在城市空间中透过各种创意视角 重新诉说城市的生活故事 今年舞台来到承载台湾流行文化的中校东路商圈 以东区直直走为主题 探索中校东路上蕴藏的设计能量 并网络平面设计、拼贴图像、插画、剪纸设计、剧场等 六组跨领域设计师们洗手创作 既然标的我们知道发现在东区之后 我们马上就做了一件事情 大家会发现我们这一次的所有设计师里面 有像是阿继老师一样 就是他的工作室就在东区 每天都在这里的 那也有像是我们新翔老师一样 他人根本就住在台南 他不是台北人 所以意思是说 标的在东区在中校东路 他其实并不是只有台北人的事情 他其实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是一个文化象征 或者是一个流行指标 所有我们看到的媒体里面 那些明星去哪里玩 去哪里喝咖啡 我们开口闭口一直看到的东西 就是东区的所有的景象 这些景象会流成很多 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的故事 所以其实这一次 我们在制作这整个作品的时候 有别于以往 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是 街头巷尾的一些小改造 然后这些东西很有巧思 可是这一次我们就变成 着重在故事性上面 所以你会发现 每一位设计师呢 待会我们一起去看作品的时候 会发现他们都在用他们自己擅长的领域 在讲一种故事的方式 那除了变成把这个事情着重在故事方面之外 我们也希望因为说这样子的文化综合体 东区这样的文化综合体 因为跟我们的生活有很多很复杂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 在设计师的邀请的领域上 也呈现这个复杂性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有平面设计师 我们有剪纸艺术家 我们有剧场设计师 我们有手作艺术家 跟我自己是插画家 所以其实这种方方面面的 跟生活有关的各种设计 它其实会在经验上面 让大家去 有一点一起体验这个东区的复杂度 因为它是一个很生活感的事情 好比说除了大家眼前看到这座作品 它是由很多古往今来的 各个时期的不同时空的东区影像 被用很惊天很当代的方式 被融合在一起做的一个 东区影像的诠释之外 那其实呢 我们也在国父纪念馆外面那边 我们设计了这个东区的建筑窗格图件 我们有一个缩览图 那它其实这个图件 它很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 它把东区的很多 在台湾最辉煌时期所建设的大楼 其实它们都非常有个性 甚至呢 我们也有像是邀请了剧场设计师 在我们的忠孝东路沿线的两座U-bike站 把这两座 把整个骑U-bike的经验 借U-bike的经验 变成一个很沉浸式的体验 把它变成一个大家平常通勤 或者是社交的这种时候的一个心情打气站 为什么说东区是一个流行指标 因为它真的有很多有趣的垃子 很多奇奇怪怪的店 那这位艺术家跟我讲说 他年轻的时候也是混东区的 所以很多奇怪的店 然后当初的噱头 他都记忆犹新 所以他就把这些东西呢 全部都融合起来 变成一个假的商业广告 让他好像穿越时空 今天又树立在东区的街上 那当然了 我们也有插画家 把这个东区 把上面的忠孝东路 跟底下的这个地下街 还有包含最底层的捷运站 做成一个 其实绕了这个柱子 有十米宽的一个 很像清明上河 东区清明上河图的感觉 这样的一个作品 有两位跨界的艺术家 他们是街舞的舞者 跟我们的剪指设计师 因为其实东区是很多 台湾重要的街舞品牌的 工作室的发源地 那所以呢 其实这个能量 本来就在东区街头了 所以最后被融合在一起 把它放成一个 是大家在穿越人行道的时候的一个 改变你今天心情的一个装置 文化局长蔡思平表示 台北市自2016年 获选世界设计之都后 持续将设计融入城市中 这些年来在城市巷弄 公园等不同地点 都可以看到风格主题 多元的精巧设计 让生活充满乐趣 2016年开始 那当我们台北成为设计之都的 这个方向之后 我们就每一年 都希望把设计能够融入到 这个城市 你说这个2016年之后 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变化 其实蛮多变化的 我们在小巷弄 在很多的公园 都看到了设计的某一些 精巧的设计 有的非常的文青 有的充满了嘲讽 有的充满了一种调侃 那我觉得多让这个城市充满了乐趣 这证明设计是充满了能量的 设计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的 设计是可以让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间增加一点小的情趣 所以我想作为文化局的一份子 我会非常希望 我们这个案子会继续推 好不好 我们会继续推 一直往前推 让台北的每个区域 都能够让设计 进入到这个巷洞里头 2023台北街角预见设计 作品展至11月19日 透过设计师的创作视角 以各一起去的街头装置作品 邀请民众一起感受 似曾相识 却又与众不同的新东区记忆 记者李希慧台北报道